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会游泳 结果呢 在退潮的时候 海水就把我带到比较深的地方 我突然间发现够不到下面的时候 我就很紧张 而且也吃了两口水 不过我那时候知道 我紧张也没有用 所以我喝了一口水以后 我定下心来 把我整个人沉到下面去 当我脚踩到底之后 我立刻跳起来 然后挥手喊救命啊 岸上的救生员看到了 很快地就过来 把我救起来 虽然我喝了很多水 但是小命总算保住了 但这一次的经验也让我学到 如何在溺水的时候要镇静地求生 同时我也很积极地开始学游泳 所以我后来这一生当中 再也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各位网友 夏天到了 学校也放暑假了 夏天是一个休闲 轻松 娱乐比较多的季节 但是也是比较放松 比较容易疏忽的季节 就在这几天我看到有好几位学校的学生 不幸溺水往生 我心里面非常难过 各位知道吗 在我上任之前 每一年溺水的人都超过60多位学生 去年降到了43位 尽管减少了 还是43个家庭 从此过着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 所以我一直希望怎么样能够减少溺水的人 尤其是溺水的青少年 在这里我一方面呼吁我们同学的本人 同学的家长 家人 学校的老师 场所的负责人 警察 消防人员 还有旅游事业的人员 大家多费一点心 多交代一句 多检查一次 多看一次 也许就多救一条命下来 事实上各位发现很多溺水的案件 生死往往在一瞬间 你稍微小心一点 一个陌生的水域不要下去 就算实在是太好玩了 脚泡泡水就好了 人不要下去 你如果没有把握就不要跳到一个 你不了解的地方 就这样子而已 各位想一想 作为一个公务员 如果你多费一点心 也许你就可以积一个大功德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暑假来临的时刻 能够更小心 一方面减少溺水 二方面我们政府也要更用心 一方面要把安全做好 二方面要让同学们会游泳 我在台北市长任内八年 新建跟改建了八十座游泳池 让台北市的学生游泳检测合格率 能够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我干嘛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对于血童溺水就非常的难过 因为我自己也遭遇到类似的事情 就那次在我十四岁那年 如果我不幸往生的话 我爸爸妈妈会多么的难过 所以将心比心 我不愿意其他任何一个家庭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赶快教我们的小朋友们 学会游泳 第一 能够学会自救 学会能够水上安全的知识 能够充分 不要轻易地涉水 这个不是小事情 大家一定要很用心来做 暑假又到了 每一年都会有人溺斃 我绝对不能够接受 我希望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不能够容许 这个才是我们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特别利用这个机会 再一次呼吁我们的社会 以及我们的所有的公务人员 多费一分心 多尽一分力 多救一条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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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